我不也是穷学生吗 知道 我看过你们全部比赛视频 你先练着 我出去一趟 一会儿来接你 那你是吃好吃的呀 想吃什么 不用 随便买点东西吃就行 你不会吗 也不是 那怎么玩 我不是想跟你省点钱吗 你是老板 压力大 说什么傻话呢 再怎么省 也不能在这上门省啊 那地方不远 我们走路去 还有啊 还有啊 我都说了别点那么多 都吃不完 你看这都没吃呢 这样 别等你别吃了 把这儿改到腔上来吃 剩下的交给我 你 吃我剩下的 不觉得 别扭 为什么别扭 家里人啊 这点你倒是跟我弟弟挺像的 有剩东西 吃不完 我是食量小 你弟弟 不是过季了吗 在过季前我带着他两年 那时候 他还在上幼儿园 我上小学 我弟小时候也挺懂事的 他的幼儿园下午经常会发营养餐 他那时候 总想着把好的东西留给我吃 他就会拿个小袋子 把营养餐装回家 带给我 后来被老师发现了 发现这孩子 明明是长身体的时候 却总吃不完东西 还带回家 然后 就被请家长了 那 是你去的 除了我还有谁 老师第一次见我 他也吓一跳 他也吓一跳 过季以后 你肯定很想他吧 没办法 那时候 会量不及他 对了 我今天下午 还有个面试 你去吧 不用管我 我一会儿 自己出去溜达溜达 逛累了 我就去求房子 这样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在那里等我 好 一会儿 用你的房间 是 享受 好 谢谢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来这儿干嘛呀 你不是要去学校吗 我给你订了一个房间 今晚是酒店吧 我那里地方太小了 看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没有 我睡也挺好的 不用了 这太浪费钱了 你总定好了 留的是你的名字 自己查一下可以吗 可以 我真不用了 我记得要接你 我在这里 等我 等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边的人都是你们求是的吗 也不算吧 我们这儿不是那种特别成熟的修房 所以杨高从来不收取我们的奖金提成 这儿是大家的一个家 他也是大家免费的教练 所以主要还是对外营业赚钱了 对 主要是靠青年旅社的住客 还有附近的一些爱好者 但是这个年代喜欢胎球的人 越来越少了 自从爬下来这儿之后 每个月都在往里亏钱 现在是这个情况 昨晚睡得少 下午补补 我刚刚还没说完呢 你就走了 我们能不能挨挨啊 我不想一直老让你花钱 我们能不能挨挨啊 我不想一直老让你花钱 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 你这样我会有负担的 你现在还在读书 而且刚刚孙周也跟我说了 抬球室一直在亏钱 使你一直往里填 抬球室一直在亏钱 使你一直往里填 后悔吗 找了一个穷学生 想什么呢 谁还没当过穷学生了 我就是因为职业特殊 所以才能那么早赚奖金的 不然的话 我不也是穷学生吗 谁还没当过穷学生了 你这才能rock俞的 我就是因为职业特殊 所以才能那么早赚奖金的 不然的话 我不也是穷学生吗 Long 是谁要是冰凉 是谁要是我的 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 鱼 是谁要是她上来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